中共南部戰區司令部說 美國海軍本德福號戰艦未經許可 非法駛入中國領海侵犯了中國主權 中共海軍和空軍對該艦進行了追蹤 我們鄭還要求美方立即停止這種挑釁行為 否則將承擔無法預料的嚴重後果 該部說 美國海軍清船隻在該地區行動反映了 美國海軍對捍衛航自由的承諾 第七艦隊發言人馬克·蘭福德·宗衛 在一份聲明中說 中國關於這項任務的聲明是錯誤的 本福德號正是根據國際法進行航行自由行動 該艦隨後繼續在國際水域進行正常作業 美國正在捍衛 每個國家在國際法允許的區域飛行 航行 和行動的權利 正如這個星期 美國海軍本福德號所做的那樣 中國說什麼都無法阻止我們 聲明進一步補充說 南中國海已經成為中美之間緊張關係的諸多熱點之一 華盛頓說北京的領土主張非法 因而拒絕接受 國際法不允許大陸國家 如中華人民共和國 在整個分散的島群周圍建立基線 美國聲明說 該組為中國臨川的日中 領土主張不知 在山群周圍建立基線 中華人民共和國 無法律接受 中華人民共和國 中華人民共和國 利宗區 投下 童將